澳洲新南威爾士省海灘 星期三出現泡沫海奇景 大量啡色泡沫沖上沙灘 就像咖啡的奶泡一樣 小孩子興奮大喊 逼不及待要來個泡泡肉 就連狗仔都不怕 在高過頭的泡沫中玩得很開心 不知是否會擋失路呢? 至於為何會有泡沫海灘奇觀 相信是之前連日暴雨侵襲 大浪和勤風將泡沫吹到岸邊 泡沫覆蓋到公路上 連巴士都寸步難行 這種泡沫海近年出現頻繁 幾乎每年都會有泡沫巨浪 有學者指出 泡沫主要是由海洋中的浮游生物 藻類、真菌和細菌等有機物質中 分解而出的蛋白質 不會對環境造成破壞 而是自然循環的一部分 不過這些泡沫很可能會夾襲樹木、垃圾碎片 如果陸地有動物質被沖下海 對人體健康就會有影響 如果要玩泡泡浴 都是回家浸浴缸會安全些